它發生的規模大小是5.6 那它的地震的深度有46.9加緊17公分 那這個地震最大的震度 因為它很深 所以它的最大震度四極分布的範圍一廣 這個地震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一點 就是說在這個地區 我們從1937年 就是將近五十年的時間 搜尋所有的地震紀錄裡面 發現只有在這附近 這麼深的地震 在這附近只有它唯一當一個規模超過 我沒有辦法確定它是不是有破碎袋的存在 但有可能是 因為它是堅硬的岩塊 有可能是長期以來的推緊 造成 雖然它長期以來的推緊 而且它的能量的釋放 次數非常少 五十年才發生過三次規模超過四的地震 所以它累積固定的能量 因為它能夠累積能量比較長久的 時間比較長 才能累積到到規模5.6的原因 是因為它就是一個比較堅硬的一個岩體 那在這個時間點 它就可能在某一個破裂點 某一個點它產生破裂 造成規模5.6的地震 寂寞 有多分 有些的能力 有多分 不像 在某種